人生如逆旅,我亦是行人,大家好,欢迎收看今天的国学心旅,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,中年女人长相年轻,往往是因为这几个原因,占两个以上就了不起。 中年,是女性生命中的一个转折点,它既是成熟与智慧的象征,也是岁月沉淀的见证,然而,在这个年龄段,我们不难发现,有些人虽然年纪轻轻,却已显得老胎隆重,而有些人,尽管步入了中年,却依然保持着青春的容颜和活力,这不禁让人好奇,那些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年轻的中年女性,她们是如何做到的。 当仔细观察不难看出,往往是因为这几个原因,规律作息,谷雨云,一息不卧,百日不复。 随着年龄的增长,我们的身体对睡眠的需求和反应变得更加敏感,作息的不规律,让人的身体不生重负,不仅生活过得一团糟,人也会变得消沉。 但你有没有发现,那些看起来年轻的中年女性,她们往往有着良好的作息习惯, 她们深知规律的作息是保持年轻和活力的关键,晚上按时睡觉,早上按时起床,不仅能够帮助身体得到充分的休息和恢复, 还能够促进新陈代谢,减少皮肤老化,让整个人看起来更加精神饱满,正所谓,吃人参不如睡午更。 好的睡眠不仅是一种养生之导,更是一种生活的艺术,它不需要昂贵的滋补品,也不需要复杂的养生技巧,只需我们遵循自然规律,调整生活节奏。 当我们规律作息,早睡早起,自然也就越活越年轻,越过越自在,保持微笑。 俗话说,笑一笑,十年少,愁一愁,白了头。 女人到了中年,生活第一,学会面临许多压力,事业的挑战,家庭的责任。 子女的教育,这些压力,有时会让我们感到沉重,甚至忘记了微笑。 然而,正是在这些时刻,微笑的力量才显得尤为重要。 我们常说,向由心生,静随心转。 如果我们面对生活,常常愁容满面,那么,不仅我们的心情会变得沉重,连带着我们的气质和面容,也会显得苍茅。 生活既然不是事事顺遂,那何不苦中作乐,用微笑来治愈生活的苦。 当我们微笑时,我们的身体会释放出积极的信号,促进血液循环,让人皮肤紧绷,从而使我们的皮肤更加光滑,面容更加生动。 所以,不要吝啬你的微笑,尽量让自己保持一个积极向上的心态。 记住,微笑是最好的保养品,而年轻,永远不受限于年龄,而是一个人心静的体现,坚持阅读。 听过这样一句话,一个人的长相,三十岁前是父母给的,三十岁后是需要靠自己的,我们都知道,一个人的底子是无法被改变的。 但随着年龄的增长,我们可以通过后天的努力来提升自己的气质和魅力,而阅读。 正是这样一种能够让我们由内而外散发光彩的活动。 正如北宋诗人苏氏一诗中所说,富有诗书气字化。 一个持续阅读的女人,她的内心世界会日益丰富,她的思想会保持活跃和开放,这种内在的活力自然会反映在她的脸上。 因此,让我们都成为那个永不停止阅读的中年女性,让阅读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,让我们的心灵永远保持年轻和好奇。 记住,只有不断去学习新的知识,人生才不会变老,只会变好,人生才能日日宛若新生,不生气,气出病癌无人体。 刚开始走上工作岗位的时候,你不是在替能力差,但厄于奉承本是一流的猪队友收拾烂摊子,就是在替变脸比天快的老油条同事背黑锅,你那个愤怒啊,那个憋屈啊。 成天不是在找领导哭诉,就是在跟父母抱怨,可最后,不但没得到他们任何一方的理解,还确诊了轻度抑郁症,长了好几个乳腺结结,坐在医院的长凳上,看着写着左乳外上象限可触及一节节,致软,滋养的病例单。 你居然有一种如是重负的感觉,你想,犯错误的人都可以这么松弛,这么无所谓,那你又何必自寻烦恼,何必独自在这痛苦纠结? 什么同事制作的报表一堆漏洞,但明天就要交由财务审批了? 什么客户催提案,但对接同事的电话一直打不通,微信也一直不回复? 什么你负责协调排班补修,但同时闹意见,还对你人身攻击等等,面对以上情况,你要是不知道如何是好,那你完全可以跟他们一样无耻,一样摆出一副关我什么事的默然态度,报表逾期就逾期了,反正追起则来,同事也别想好过,触怒客户就触怒了,反正丢了单子,倒霉也不知你一个人,对同事报出口就报了,反正他也不能拿你怎么样,说白了, 这个世界是一个巨大的草台班子,很多你以为,关乎自身前途命运的要紧事情,回过头去看,其实根本无足轻重,所以,放宽心,别生气,起初病来无人替,还容易惹小人笑,你就淡定自若,最好事不关己,高高挂气,大不了就被讨厌,被针对,甚至被开除,这都没关系,自爱,沉稳,而后爱人,中年女人,常常会把自己折磨得疲惫不堪的原因, 就在于,责任心太重,那边是要照顾年过六世的老父亲老母亲,这边是要操心,还在上厨中的孩子的一日三餐,片刻都不曾停歇,于是,人还没四十呢, 就已然是胶原蛋白迅速流失的黄脸婆的憔悴模样了,说白了,你是有慈悲情怀的圣母,是有大爱精神,愿意普度众生的活菩萨,你觉得自己特别伟大,特别光荣,但实际上,自我感动的成分居多,因为你的父母虽然年迈,可还远远不到不能自理的地步, 孩子年幼,可还没有四体不勤,五股不分,以至于需要你把饭味到他嘴边,换句话来说,你的辛苦,你的付出,很多时候,都是没有必要的, 就连丈夫也经常劝你说,你歇着吧,往我来洗就好,孩子做作业,我来监督就好,而你则认为,这些是粗心的男人做不好,必须得用你这个经验丰富的女人,来亲手操刀才行,要知道,干家误活也好,教育孩子也罢, 男女,也没有说哪种性别的人,更适合做某类事的道理,以大包大揽,还不允许丈夫插手,不是真的能从中获取到幸福,而无非是自虐心理在作祟, 是了,不懂得自爱,不够豁达和沉稳的女人,终其一生都会在不快乐中度过,除此之外,还可能患上情绪病,衰老的也比同龄人要快得多,一切皆是浮云,女人到了中年,却越活越年轻了, 不是吃了什么灵丹妙药,更不是花大家钱去做了医美,而是心境变了,变得平静了,变得不宜物喜,不宜己悲了,要明白,人生短暂,珍惜当下,不为昨天所烦忧,不为明天所恐惧,才是最具价值的活法, 要不然,就会陷入庸人自扰的泥沼当中,说到底,想不开,就容易走进死胡同,而走进了死胡同,就在男友拨开云雾见明月的那天了,重视形象管理,三十岁之前的样子,是父母给的,三十岁之后的形象,就应该自己负责,那些看上去很年轻的女人, 无一例外的,都很重视自己的形象管理,他们的形象管理,并不是打扮的花枝招展,浓妆艳抹,而是符合自己的身份和气质,让自己看上去更得体,状态更好, 同样,形象管理也不仅仅是在妆容和衣着上,早睡早起,改善自己的皮肤状态,多读书,提升自己的气质,锻炼身体,改善自己的体型,这些都是形象管理的一部分, 女人的形象管理,其实是对生活的态度,对自己的自律和要求,是对美好的追求,和对自己负责任的表现,所有外在展现的,都是你自己内心的体现, 你想要让自己看上去更年轻,那么你就要更严格更自律地对待自己,女人的外貌是一本书,写满了她的人生, 每些看上去年轻饱满的状态,都是生活中一个个小习惯的积累,想让自己更年轻,那么就管好自己的举动, 从方方面面调整自己的状态,相信不久之后,别人也会看着你惊呼,哇,你看上去好年轻, 尊重年龄,顺其自然,不要尊重年龄,要尊重时光,我们要学会去爱惜自己活过的时间, 并且爱惜自己现在拥有的时间,真正让人显老的,不是岁月的流逝,而是不接受自己真实的年纪, 整天想着装嫩,搞得自己很不自在,因为年龄不同,状态和心性也不同,如果硬要模仿年轻人的打扮,不免有些刻意做作, 非但没有美感,反而暴露了你对当下年纪的不自信,每个年纪都用每个年纪的美,尊重时光, 接纳现在的自己,不和年轻人比,而是活出当下最好的状态,你现在有几岁不重要,重要的是你比十年前的自己更美, 因为这十年你没有虚度光阴,而是沉淀了气质,积累了阅历,活成了更丰盈的模样, 新宽,世界上有两样最无用的东西,一是生气,二是抱怨,很多时候,你表现出来的衰老和暗淡,其实是被气出来的, 塞纽尔·乌尔曼在《青春》中写道,青春不是年华,而是心静,人的心灵,应不浩渺汉海,只有不断接纳美好,希望,欢乐, 勇气和力量的摆穿,才能青春永驻,风华长存,人这一生,总是有起有落,遭心事何其多,若不懂得控制情绪, 任由情绪把自己淹没,赔上自己的健康,影响自己的心情,最后不落好的只有自己,该望的望,该放的放,少一点计较,多一点从容, 你对生活和颜悦色,生活也会对你温柔以待,保持一颗豁达的心,不再为了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,不为名所累,不为力所矣, 只追求内心所想,活在当下,活得通透,保持心宽豁达,是一个女人的顶级魅力,心无欲结,眉头舒展,眼神温柔,面容年轻,人也自得安乐, 在时间的长河中,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位旅者,而年轻,则是心灵深处不灭的灯塔,中年女性,以其独有的智慧和魅力,告诉我们,真正的年轻,不是岁月的宽恕,而是自我修养的成果, 记住,年轻不是年华的长短,而是心灵深处的一抹不褪色的光彩,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分享, 如果你也喜欢本期内容,欢迎持续关注,点赞订阅